衛士朝鮮在被漢武帝滅掉後的幾十年 朝鮮半島上再壹次興起了三個國家 朝鮮的史書《三國史記》記載 傳說在西漢的末年,在中國的東北部有壹個浮育國 壹天國王金蛙在太白山南邊的幽伯水邂逅了壹個美女 美女自我介紹說,她是何伯的女兒叫柳花 柳花呢,她和天地的兒子司通,被何伯夫婦給發現了 他們就責備女兒輕挑,罰她住在了幽伯水 金蛙聽完她的故事之後,覺得這個美女好神奇啊 就把柳花帶回家,幽禁在了房子裏 柳花被拘禁的這段時間呢,又發生了壹件怪事 屋外的太陽光居然穿透了屋子,照在了柳花的肚子上 柳花受到了日光的照射,生下了壹個巨蛋 後來壹名男孩從巨蛋中破口而出,她就是朱萌 金蛙她有7個孩子,幾個小孩在壹起玩耍的時候 其他的孩子的記憶都比不上朱萌 他們就開始嫉恨陷害朱萌,朱萌沒有辦法只能逃走了 就這樣,從浮衛國出走的高朱萌建立了高勾力 傳說後來高朱萌的兩個兒子因為繼承權的問題 又從高勾力跑了出來到了馬韓 大致在今天韓國首爾這個位置建立了百計國 而半島南部的部落聯盟呢,又建立了新羅國 從此朝鮮就展開了長達700多年的三國砥礪局面 史稱三國時代 上面的傳說雖然把朱萌給神化了 但是這三個國家的確是建立了 後來三國又經歷了漢、魏晉南北朝、隨唐之後 在唐王朝的協助之下,公元660年 新羅聯合唐滅掉了百計 668年又滅掉了高勾力 第一次要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朝鮮半島 史稱新羅時代 大唐和新羅滅掉了高勾力之後 打仗的時候他們是一家親 那仗打完了之後分地盤的時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唐朝這邊試圖在朝鮮半島建立統治的勢力 而新羅不願意 唐木隆就打罵,導致了斷斷續續7年的羅唐戰爭 後來因為唐朝的軍事目標從朝鮮半島轉移到了吐蕃 所以最終新羅與唐朝達成了停戰協議 統一朝鮮半島的大部分史稱統一新羅 新羅在獨霸半島200多年之後又再度陷入了分裂 九世紀末的時候 新羅的各地農民起義 一個叫真宣的農民因為建立了軍工 他被升為大將 之後他就集結了周邊的豪族以擴大自己的勢力 還自封了後百紀王 在朝鮮半島的西南部建立了後百紀 而新羅的一個王族後裔公義 他也起兵反新羅建立了後高高利 統一新羅分裂成了後高高利 後百紀和新羅 成為後三國 後三國經過了三十多年的亂世之後 公義手下的一個大將王建推翻了自家大哥公義 隨後又吞併了新羅滅掉了百紀 笑到了最後統一半島開創了高利王朝 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高利也挺波折的 相繼被契丹和女真人擊敗成為了遼和金的蜀國 1280年又被袁所滅成為了袁的一個省 袁末紅金軍起義 袁朝大亂 高利也抓住了這個機會趁機復國 1387年的時候 高利王派大將李承貴率兵攻打明朝 這個李承貴阻籍泉州 泉州就是今天韓國全羅北到泉州市 他爸和祖上幾代都在當時是屬於中國大元王朝的遼陽行聖 雙城總管府出身和生活 還當然了當地的官員 李承貴從小就很爭氣 長大號文濤武烈無一不驚 他爸對他也寄予了厚望 在他20多歲出頭的時候就讓他接任了自己的官位 大元王朝末年 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元農民起義 元朝陷入了混亂 當時作為大元藩屬國的高利王朝 就趁元朝混亂出兵大元和高利的邊境 李承貴以雙城總管府官員的身份 協助高利軍隊 收復了原本屬於高利王朝的雙城總管府 當元順帝得知高利反叛之後 他立刻就派了大軍討伐高利 但是被軍事才能卓越的李承貴擊敗 從此之後李承貴就聲明遠波 在高利王朝享有很高的威望 後來李承貴又先後為高利國王平定了各種各樣的叛亂和外來的侵略 逐步掌握了高利王朝的兵圈 元朝滅亡之後 大明王朝建立 大明的軍隊和大元的殘餘北元軍隊仍然在不斷的交戰當中 高利國王就想趁機擴大高利的國土 於是他就派李承貴率軍入侵大明和高利的邊境 李承貴對於大明王朝是有敬畏之心的 他不願意冒犯大明 但是他作為臣子又不得不聽從王的命令 1388年的時候李承貴發動了兵變 反攻高利國都 他廢掉了當時的高利國王 擁立了壹個傀儡國王 4年之後 李承貴在他兒子李方元等人的協助之下 鏟除了自己稱王的壹切障礙和政敵 終於在公元1392年 已經57歲的李承貴廢掉並殺害了高利的傀儡國王 自己登基稱王 取代了高利王朝 定國號朝鮮 史稱李氏朝鮮 好了 今天的視頻先說到這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歡迎點擊訂閱 下次見